诶,哈喽,很高兴又见面了 我相信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的重逢 欢迎一起学习成长 我是艾蜜莉,爱你的蜜 今天要做一集快散 你相信你所有的生活都是在一个巨大的VR里面吗 我给各位看两张简单的图,你就会明白了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张图 请问这张图有什么颜色 你可能会说右下角有一些蓝色,左边有一些粉色 但是大部分就是黑白相间的条纹,对吧 好,那么同一张图,让我动一下 然后你请问现在是不是看到了黄色 让我们再从另一个方式看这张图 有,有点难滑,这个地方有点卡 所以同一张图,我们可以看到黄色 又看不到黄色,到底有没有黄色 让我们现在再来看第二张图 请问这件衣服是蓝黑色还是金白色 不论你看到的是白金或者是蓝黑 或者有些人是看到白金在蓝黑 看到蓝黑在白金 或者你可能看到了其他颜色 总之,似乎你们都有自己的答案 但是也全部没有人是一致的答案 现在你还会相信你看到的东西是真的吗 现在你还会相信眼见为凭吗 最后我再举三本经典的话 让大家来反思一下 圣经约翰福音里面 二十三二十四到二十九节有一个故事 当耶稣复活的时候 他有一个门徒多玛 并不相信耶稣复活 坚持要看到耶稣手上的顶横才要相信 于是耶稣告诉他 你因为了看到才相信吗 那没有看到的人就信的 又服了 再来是小王子里面的经典名言 真正重要的东西 只用眼睛是看不到的 最后引用金刚经所说的话 凡有所向皆为虚妄 若见诸相飞相 即见如来 今天这集并没有要给各位什么标准答案 事实上宇宙也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而我们为什么会想要一直找出对和错 就是我们生活在二元对立 这个巨大的VR里的一个证明 我是艾米莉 爱你的命 如果今天有任何的疑问或感动 都可以于底下留言跟我分享哦 期待与你再重逢